在一个村子 每年都有很多喜鹊 到了冬天 喜鹊们都要在柿子树上 给自己安一个小家 并在那儿过冬 有一年冬天 天气特别冷 下了很大的雪 几百只喜鹊找不到吃的 它们又冷又饿 几天的时间都死了 第二年 柿子树又绿了 长了很多柿子 但是突然飞来了很多毛毛虫 把树上的柿子都咬坏了 那年秋天 柿子园没有收获一个柿子 这时人们想起了喜鹊 如果有喜鹊 柿子就不会被咬坏了 从那以后 每年秋天收获柿子时 农民常常会在树上留一些柿子 当作喜鹊冬天的食物 即突然丹业 重 牛 渐 柿子 深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